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 抗议者于1月6号试图越过美国国会大厦外的金属路障 联邦调查局寻求公众的帮助来确定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亲特朗普暴徒 因为司法部表示 夏季采取的一项考虑反种族主义抗议者进行煽动性指控的政策也将适用于此案 在周三袭击美国国会大厦后被捕的68人中 有一些人应于1月7号出庭 其中大多数人面临违反宵禁的指控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的攻击迫使认证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国会议员提早撤离国会大厦 美国国会警察表示 他们已经逮捕了另外14名涉嫌骚乱的嫌疑人 其中大部分被指控非法入侵